将月饼用刀切开 里面包的是芋头和咸蛋黄组成的美味馅料 让人胃口大开 2023年的台湾百大高饼伴手礼名单于日前出炉 其中北港镇这间老饼店以芋头流沙口味的月饼 成功入选本次伴手礼名单 业者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得奖 觉得相当光荣且开心 这次我们报名参加百大高饼伴手礼的竞选 然后我们这次是得了优质奖 比赛过程就是因为我们经过很多评审的筛选 我们所以会得到这个奖 然后就非常感谢我们中华民国高饼联合总会 就举办这个活动 我们是第一次得到百大高饼伴手礼的奖项 对我们算是一种肯定 本次得奖的口味同时也是店里的热销款式 业者表示每个饼都是纯手工制作 馅料口感也非常特殊 邀请芋头控们来品尝 这是我们得到百大班饼的这个品项 是我们本店的也算招牌 我们的那个芋头流沙 有芋头控的那个朋友 我们这个芋头流沙是真的很好吃 然后我们是纯手工做的 然后切起来里面有流沙馅 外皮很酥脆 然后里面蛋黄也很香 可以来我们日香蒸 尝看看 业者指出现在这款饼也在超商等通路上架 有兴趣的民众不用来到北港也可以吃到这样的好滋味 欢迎大家来吃吃看北港好吃的高饼 百大这个奖项这个商品 我们去年就在那个那个超商有在通路在贩售 然后因为去年我们超商卖得很好 所以今年我们就以这一组来提那个百大伴手礼的这个系列这样 然后你如果今年一样东西也到了 你们家附近有超商有什么 我们各大通路都有 欢迎大家可以去选购 北港的大饼很有名 大家来北港拜拜游玩的时候 别忘了吃吃看这项在地名产 记者李宏伯采访报导